大家好,我是刘淼,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第十三课的课文。 第十三课课文的题目叫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句。 我有个朋友叫安德烈,我们是一起在末大经济系学习的时候认识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动词Bazna Gomitsa,这是我们这一课的新词,表示谁和谁相识了的意思,代瞎动词。 那我们看整个这句话,Bazna Gomitsa是时间从句,Bazna Gomitsa意思是与某人相识。 那除了这句话,这段话里面除了要注意Bazna Gomitsa之外,还要再嘱咐一下大家, 在我们表示,在什么系学习的时候,我们要用签字词Nah, Wuchitsa Naga Gomfakulite,姐姐。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段。 现在安德烈是搞经济的,在一家公司工作,当然我很了解他的家庭。 Economist这个词,它可以表示经济学家,它也可以表示所有从事经济领域的人, 尤其是专专业来学习金融或经济的人。 好的,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呢,需要大家关注的是, Horashosna c'ga vos to,表示非常了解什么, 即无用法,也harashosna yo i vos, simi yo。 Firme这个词表示公司,它连用的前置词, Wu和Na都是可以的,Wu,Firme和Na Firme,意思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可以用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句,下面一段。 Simi Andrei, Bansha, Mati, Adet, Babushka, Jina Andrei, Ion. Vsi ani Moskviči, ich dom nachozitsa na novom Arbate, v centri goleda. 我们看,Andrei家人口很多,有母亲,父亲,祖母,妻子和他, 他们都是莫斯科人,他们家位于市中心的新阿尔巴特大街上。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在朗读他家的人口很多列举, 家里到底有哪些人的时候,我们要使用的是列举语调。 那列举语调呢,我们可以使用调形三,也可以使用调形四。 但不管是调形三还是调形四,我们都是一个没有完结的语调。 比如说,我们看调形三,Mati, Adet, Babushka, Jina Andrei, Ion. 如果是调形四呢,我们可以把它读成,Mati, Adet, Babushka, Jina Andrei, Ion. 好,这是我们的列举成分的列举语调。 那下面一个让大家注意的呢,是Novi Arbat。 Novi Arbat,大家会看到啊,专有名词大写了。 它是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条非常有名的街道,叫新阿尔巴特大街。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Vcentri Gorda, Vcentri Gorda, Gorda是Centra的非一致定语, 第二格来修士是哪里的中心呢? 那这个地方呢,是城市的中心。 那这个地方呢,再强调一下,Mati, Moskvich,这个名词啊, 所有的变化的形式都在,所有的词,所有的变化的形式中音都在词尾上。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下面呢,开始介绍 Adet Andrei,也就是Andrei的父亲。 Adet Andrei, известny w Moskwe jurnalist. On писал интересные статьи и репродажи. Alexandre Bidrovich,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ый человек。 说Andrei的父亲呢,是一位莫斯科的著名记者, 他写过许多有趣的文章和报道。 亚历山大·Bidrovich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首先大家会发现呢,这个地方在我们讲Andrei的父亲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了各个不同的名词。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分别是Adet Andrei, jurnalist. Alexandre Bidrovich,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个人,对吧? 那只不过是呢,大家知道俄语里面的,俄语的这个语篇的行文里面呢, 倾向于使用不同的名词来说明同一个事物。 这样的话呢,让人不会觉得经常有重复的感觉。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中间的这部分。 这个词组的意思是写文章和报道,是级武动词Bidrovich的搭配, 写文章或者是写报道,这个词组大家要记得。 好的,我们看一下下面,介绍一下她的妈妈。 我们来看一下她中文的意思。 Andrei的母亲是学地质的,她叫Elina Ivanovna,她在末大地质系教地质学。 闲暇的时候,Elina Ivanovna喜欢摄影,她拍的照片,她的照片拍得很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呢,有几点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第一点呢是,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 преподавать我们这课的新词,教授什么是级武用法。 преподавать что? 在什么系,教什么。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这个词组呢,是请大家牢记的。 Vuswabotne vremia,就表示在空闲时间,在闲暇时间。 Vuswabotne vremia. 那后面我们可以讲我们喜欢做什么,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的安排。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面的这个。 Jerit zamičiajini fotografi. Jerit fotografi.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等于fotografi rovati. 所以说呢,那因为这个地方Jerit zamičiajini fotografi. 意思就是Anna učin harašo fotografi roit. 就是说她的这个摄影的技术很好,她拍的照片都很漂亮。 好的,我们再往下看。 Jerit zamičiajini fotografi rovati. Muzigarné škole prebadavala muziku. Andriiči的祖母不工作了,她已经退休了。 以前Marina Ivanovna是在音乐学校教音乐的。 这个地方呢,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音乐学校是怎么表示的。 叫做 其次呢 我们还是要重新回顾一下 教授什么这样的一个动词 преподавать что 教音乐 就是 преподавать музыку 好的 我们再看下面一部分 我非常了解 Andrea的妻子 因为她是我的妹妹Gadja 她是一名医生 在儿童诊所工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 很了解谁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这个课文的第一段里面 也有出现 说我很了解Andrea的家庭 那个时候是了解什么 这个地方就是了解谁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Badamush的是原因从句 这个从句的特点呢 是我们表示原因的这部分内容 一定要在主句之后 所以我们会看到 我很好 знаю женуAndrea 然后再说 她后面的原因 Badamushta это моя сестрā Gadja 好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正如您所见 Andrea一家非常和睦 而且我认为还非常幸福 家里的所有人都彼此相爱 相互理解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是插入句 就如同我们之前学过的 也是插入句 我们说插入句 我们要使用未完结的语调 经常使用调形三 也就是我们要读成 然后后面来讲出来 正如你所见的内容是什么 好的 我们看 是一个插入语 这个位置的 前后都要用10号来隔开 来表示 意思是相当于 也就是说 我认为就我的观点而言 是什么样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部分 是根据所接动词 根据所接动词的要求来进行变革 具体有二到六格的形式 它没有第一格 因为它也不可能做主语 它主要都是跟动词搭配在一起的 那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 第四个相互了解 或者是 这个时候加了一个前置词 表示向谁学习的意思 相互学习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也会看到 如果我们使用的时候 有前置词的出现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前置词 放在drug和drug的中间 也就是现在大家看见的样子 好的 那还有一个要强调的呢 就是 很好的藏书式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 我们这一课的语法内容 谁有什么 后面全部是第一格的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这个地方是想为大家梳理一下 他们家庭所拥有的这两个 一个是kwarzira 一个是dorm 它分别是两个结构 是一种这样对比的关系 我们最后再来为大家解释一下 bibliajiga bibliajiga这个词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词典上 写的是图书馆的意思 那bibliajiga除了表示大学或城市 或国家的图书馆之外 它还可以表示某个人在家里面 自己的藏书 所以我们会看到 如果是在自己家里的话 如果是在家里面很好的藏书馆之外 如果大家有很好的藏书馆之外 我们也可以讲 bibliajiga bibliajiga 我们这一刻的新语法内容 bibliajiga 第二格 niet后面也要使用第二格 否定的对象要使用第二格 baga的意思是暂时还没有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要 大家要熟悉这样的一个结构 mojna 未语副词 可以 可以做什么 sinfinitif的意思是表示搭配不定式的意思 mojna sinfinitif 就是说可以这个词 mojna 后面搭配不定式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句话里面说 一切都可以以后再买 mojna gubit gubit的直接补语是 fio mai 所有的这一切 什么时候买呢 gada voteta bado 好的 那我们这个课文的内容就是这些 下面呢 我来为大家梳理一下课文中的人物 以及围绕这个人物出现的单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ja andrei 也就是我 Andrei 我和Andrei 我是叙述者 Raskashik Andrei呢是他叙述的对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Andrei muydruk Andrei和我的关系是朋友关系 Andrei muydruk mui bazna gomilis venggeu 我们是在莫大认识的 大家也知道 Na ikanamichiskam fakulitete 在经济系学习的时候认识的 我们看一下下面 他和Andrei还有什么关系呢 Maya siestra gadja Eta jina andrei Andrei的妻子呢 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妹妹 Gadja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 Simi andrei 这里面的信息 那我们知道 Simi andrei Maya一共介绍了四位人物 Babushka Andrei Andrei 非常好的词组 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 来表示相互爱戴和相互理解 好的 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下 按课文回答问题 看看第一个问题 Кто такойAndrei Andrei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Andrei Economist 她是学习记的 Как зовут MatchAndreia Kto ona MatchAndreia Eleina Ivanovna MatchAndreia Eleina Geolog Ele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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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himo Viktor Harašo Znait Jeanu Andreia 为什么非常了解 他的妻子呢 Pachimo Viktor Ele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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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个答案 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 非常简单的答案 我们再说一下 如果是Pachimo 如果我们要做个 完整重句的话 这个表示原因的句子 一定要在主句的后面 好 我们看第四个 Gde Rapodit Gadja Gadja 在哪工作呢 我们知道 她是在儿童诊所的 Narapodit Viktor Viktor Klinike 最后一个问题 Pachimo Viktor Viktor Viktor